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悉 该地负面积约700平方尺 是些平方尺 是些平方在1201.17亿元的高价买回来的 本来每月租金是20万 但因为一直无人问津 租金只好一降再降 结果现在已经降到了7.3万元每月 比最高价是直接倒跌了64% 这26号铺和28号铺 当初谢霆锋入手的总价差不多是2亿元 如今难以回本不说 甚至还对谢霆锋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况且谢霆锋在百花街还不只有这两家店铺 其实他早在05年就在百花街卖下了1号广场的地下6至8号铺 当年他以2000多万的价格入手 每月收租就多达到20万 在行情利好的情况下 店铺也在这十几年间升职了好几倍 让谢霆锋占了个盆满钵满 如今遭遇店铺降租也无人问津的嘎嘎情况 也不能说是谢霆锋投资单车 只能说大环境带来的影响太大 而谢霆锋的前妻张柏芝 开店同样受到冲击 去年 张柏芝在中环开了家潮台 店 因疫情影响也在上个月暂时停演 但张柏芝直接给员工放贷心假期 作为老板非常良心了 就在谢霆锋为亏损仇报之际 女友王妃可就想法得多了 今日 又一组菲姐的派对只会照曝光 而且根据网友扒出的蛛丝马迹 当时同场呢还有李亚鹏和周炫 这又是什么世纪同况 赤光群众都知道 在一月份的时候 网上就曝光了一组王妃 现身艳然天使机接会派对的照片 50岁的菲姐身材轻瘦 穿着简单的白皮也难也好气质 她还随着音乐蹦蹦跳跳的 可爱的像个小女生 不过这个派对的亮点是 李亚鹏和周炫也出席了 而就在今天 又有网友拔出一组王妃等人 出席另一聚会的照片 从李烟的服装看 两场活动应该是在同一天 这时 菲姐已经换了身黑衣服 自拍时 深谙往后躲写脸小的技巧 而当时 李亚鹏和周炫也没有离场 甚至两人还拉上 窦镜彤一起自拍 众所周知 李亚鹏和周炫是旧情人的关系 她还是窦镜彤的前任继父 窦镜彤又跟周炫过同胜利 三人之复杂的关系 破钱荒的同框 比王妃和周炫一八年在幻月之城的同框更为活久见 不过从中我们也肯知 王妃和前夫 甚至是前夫的前女友都相处得不错 妥妥地交际达人了 至于现任男友现情风 近来两人的关系 却总被各种传言纷扰 一会儿传结婚 一会儿传分手 让小巴吃瓜都吃不准 年初王妃和谢霆锋曾飞往日本滑雪过年 有了网友的目击同框 总算让分手传言不公自破 不过随后又传出 王妃提前回国 谢霆锋和陈亦逊一家滞留日本的消息 再度让人怀疑二人感情生变 王妃和谢霆锋越低调 外界对二人的感情世界就越好奇 或许这就是太红的烦恼吧 这次谢霆锋传出投资亏损的消息 详细被大家围观 一番也是免不了的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槍刀 machard